大家都知道,这个月我在新冠病房支援 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来医院 住进专门的新冠病房呢?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类人员 第一类,重症和微重型的患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场胸部CT 你看看,他的两个肺都白了 就是很多朋友说的,大白肺 这个人呢就是新冠肺炎的重型患者 他已经需要使用呼吸机了 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能够在家里面隔离 需要来医院治疗 第二类患者就是,新冠肺炎虽然不重 但是他的基础疾病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比如说,有一些患者 他有新发的脑出血,外伤 急性的心梗,和并有肺部的细菌感染 COPD急性发作,哮喘急性发作 他们来住院,主要是来治疗这些 基础性疾病的,并不是治疗新冠肺炎的 第三类人群,就是有高危因素的人群 很可能会发展成为重症 比如说,年纪非常大的 90岁,80岁以上的人群 有一天白天,我们就接连收了 4个90后,4个90岁以上的老人 这些人呢,是高危人群 他们平时在家里面可能生活就不能自理 那么,再感染上新冠 就很可能会发展成为重症 所以的话呢,需要收入院来观察 那么对于这些高危人群 或者是新冠肺炎重症的人群 目前有什么特别的治疗吗 跟他们在家里面自我隔离不一样的是 入院以后会给他吃上抗病毒的药物 会是公司的帕鲁韦德 或者是国产的阿兹夫定 这里都有药 会根据他的病情 定早地给他吃上抗病毒的药物 降低重症率,降低死亡率 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对症的治疗 比如说吸氧,吸电监护,补充营养 治疗他的基础性疾病 那么非常严重的呢,就要插管上呼吸器等等 总的来讲,新冠病毒感染呢 还是一种自现性的疾病 主要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战胜疾病 绝大部分的患者是轻症的或者是无症状的 肺里面没有明显的炎症 在家里面自我隔离,自我观察 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把真正的有性的医疗资源 留给这些需要治疗的重症、围重症的 或者是有可能发展成为重症、围重症的患者 好了,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样的支持 关注啊,关注派克登医生 每天节目一点点